Odio Jungle Odio Jungle 据俄罗斯军工信使网站在4月16日报道,我国海军的新一代航母,即将展开海事工作。 按照俄罗斯网站的说法,我国海军这艘航母的作战能力,超过辽宁舰一半以上,而且在载油量和载弹量上都有巨大提升,能够支持航母执行更多次的打击任务。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我国将会在未来十年以内,继续建造四艘航母,将中国海军的规模扩大到60航母战斗群,达到美国海军的六成以上,就作战能力而言,届时我国海军虽然作战能力,还是比不上美国海军,但已经能够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绝对优势, 且能够保证我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守护我国的海上利益,即使中巴铁路没有建造成功,我国海军也能保证优势,002号航母的作战能力确实在辽宁号的150%以上,主要就是因为俄罗斯这艘航母本质上并不是一艘航母,而是在机巡洋舰,其主要作战任务,是用战舰上的导弹发动打击任务, 且利用席庞大的天空哨兵雷达,保证整个舰队的联合防空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辽宁舰前申马良格号,不但携带了12枚P700型导弹,还拥有一套总备弹量高达192枚的区域防空系统,仅就防空能力而言, 这艘战舰尽色于基洛夫级巡洋舰,而如果再算上22架苏33舰在机的话,库茨涅佐夫级无疑是一款优秀的在机巡洋舰,至少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艘航母的作战能力是能满足其本国需求的,但对于我国海军而言,这种航母很明显是不足的, 我国海军需要的航母,不但要拥有足够强大的防空能力,还需要有足够的打击能力, 因此,我国海军这艘航母的结构进行了改进,其后才在辽宁号的基础上,设计出了002号,这艘航母拆掉了反舰导弹发射舱和为区域预防空系统预留的甲板下空间, 不但扩大了机库和人油舱,即使是弹药库也进行了改进,至少可以支持36架舰载机一周的高强度打击, 在长期部署的情况下,更是能支持一个月左右,但这艘航母很明显,并不是我国海军最需要的, 我国海军更需要的是下一代的先进电磁弹射航母,而在未来十年内,再次建造四艘航母, 将我国海军航母战斗群规模扩大,到六艘也并非虚言,我国海军已经建成了南北两个航母制造基地, 无论是上海江南造船厂,还是辽宁达连造船厂,都可以同时建造数艘大型航母, 上海造船厂甚至可以在建造数艘航母的同时,还建造数艘两栖攻击舰, 近在未来五年就会同时开工两艘航母和三艘两栖攻击舰, 让我国海军大型战舰数量达到七艘,接近美国海军三分之一, 中国海军在装备上逐渐开始摆脱其他国家的影响, 尤其是在海军上,我国的战舰和各型装备很明显, 已经摆脱了俄式武器的影响,走出了独特的中细发展道路, 也开始和其他国家争夺之海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